欢迎再次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探讨社会住宅 即将已经选定了五个点了 那也预定明年要来动工 不过呢 在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上 来宾他有一些忧虑 而且我们来看现在 其实政府就有一些出租的国宅 其实问题也不少 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现在看下面这则报道 那政府规划新建一千多户社会住宅 但怎么界定 若是住户和后续管理 却是一大问题 这里是台北市文山区 安康皮价住宅 生活技能不错 有部分的住户经济即使改善了 却不愿意搬开这里 甚至代代相传 社会住宅会不会重蹈过去低价国宅的负责 包括居家环境脏乱 随地看到土壇等问题 也引发社会忧虑 另一位还质疑政府规划的社会住宅 租金太贵 一瓶一千二学生套房八瓶一个月就要九千六百块 银马族一户至少要三万块 跟市价差不了多少 不如提高租金补贴 实现极少数极少数人的正义 那么结果呢 换得大多数人的不正义 政府的经费那么有限 五十亿元盖一个地方 为什么不拿来提高两万四千人的租金 在北欧瑞典也有类似社会住宅构想的国民平价住宅 但瑞典建商以绿色建材 扁平包装的平价组合建筑 营造出另一种简约建筑美 瑞典平价住宅 每栋在二十五到三十一坪间 售价从十八到二十万欧元不等 折合新台币七百万元左右 受到荷包不多的国民青睐 相对于台湾 政府决定新建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立委呼吁政府得参考国外经验 做好规划 别让社会住宅的存在 成为都市乱源和落后指标 把政策美意变成了缺险 我想请教一下田大哥 就是您刚好提到说 其实去看了一些这个评价 或者出租的国宅 你发现其实有一些人 这个其实经济状况早就好转 但是他不搬出去 那实际上您看到的这个国宅 或者是平价的一个住宅 他们那一边的环境 真的就如刚刚报道里面讲的 就是特别的脏乱 然后没有管理 有很多的问题吗 现在过去政府 在地方政府上面 都有所谓国宅处 然后后来现在 再像台北市的话 国宅处就取消了 然后列入到整个的 整个的都发局 这个系统里头去 但是其实过去国宅 就一直被人家诟病的原因 就在这边 因为说实在 管理是一个非常耗资源 耗时间 而且你没办法停的 你必须要长期的 去做的一个问题 那问题就来了 今天国宅一在 纪录市场上买卖之后 它就变成一般市场的商品了 那这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去管理呢 以前我们刚刚讲的 国宅先从 其实老实讲 讲讲也很感慨 现在台北市 是优质地段国宅 没有到六十几万一平 我们连国民都快做不起了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现在问题是管理的问题 才是重点 所以过去这种 所谓产权式的国宅 它当然因为市场的一些变化之后 出了一些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甚至出租的部分 也许产权独立 也许政府比较有机会 去好好管理 那同样的 你政府要去做 会不会有所谓的 相关的一些盲点 你委外去做 委外会不会又有一些 执行上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现在 对这个国宅 这个出租住宅政策 有没有信心的地方了 其实目前台北市 它也有一些是出租的 那出租住宅 它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居住的 一个品质 真的就成为 地方上一个大问题吗 也不能这样讲 其实我去看了 其实我就看到 我刚刚不是讲 我到地下室 有百万名车 然后我发现 阳台有外推的 政府的房子 你还敢做维建 它不是照做了吗 那事实上 现在的管理 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 我怎么期待 你未来会做得比现在好 当然了 话实际上讲说 我们期待政府 明天会更好 但同样的 那是不是现在的问题 你就可以改善 做出一点信心出来呢 国外为什么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国外我们看到 之前像社福团体提出来 像什么荷兰 新加坡等等 都做得很好 然后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 有很强大的NGO组织 那个社会 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让这些NGO组织 有钱有能力 去执行这方面 第二个要不然 就联能政府 很抱歉 我必须要说 我们在台湾 这两个部分 都不太到位 NGO组织 好像感觉 当然 我觉得他们有些立场了 但是也许有一些 政治的问题 政府的部分 也许有一些 选票上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可长可久的政策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刚才老师也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目前 大力在推动什么 七年安心成家专案 政府让这些很多年轻人 买房子 然后要补贴租金 那我觉得政府 其实我必须要讲一句 政府官员们 你们真的好好看一下 这个节目 我真的要跟你讲 你去马路上买间房子 看看你就知道 老百姓苦在哪里嘛 因为很简单 3600块的租金 现在补贴到 明天要开始变4600块 我就想问你嘛 你政府补贴 给我这3600 4600块 我这房租要给谁 我给黄老师 因为他是我房东 房东是谁 房东是投资客啊 对不对 你这边在打房 你又让我的租金给他 政府给了钱 去养投资客做长期投资 你这不是跟鸭行 彭总财的方向 又不对了吗 所以这为什么 我们感觉到台湾的住宅政策 永远是想到哪 做到哪 听到哪 改到哪 然后对别人 好像没有办法一致性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刚刚报道 影片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国仔呢 其实他目前 有一些长期的状况 包括他就是数量不足 等候时间非常的长 可能是几年 或者是9年 10年以上都还在等 那地段差 交通不变 那乌矿呢 其实是很糟的 漏水避癌 军裂发霉 管线不通 那他修缮呢 其实是非常慢的 环境呢 其实也不好 那公社比高 有人会拖欠租金 你又没有办法收 还有转租他人来获利 或者是遭歧事标签化 这部分我想请一下 洋华老师 我们看到了实际上 台湾目前的 少数的出租国宅 确实都存在 这么多的问题吗 因为出租国宅 其实它的成因 都是因为当年卖不掉 所以说 才转为出租 说实在话 政府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在盖出租国宅了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它在管理上面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政府的 管理的事务来讲 它是一个额外新增的项目 它并不是在 住宅政策里头 它设定好 它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事情底下 它的制度 其实是很不完善的 所以说就像说 发生了避来漏水 那可能市政府 它是说好 我们要累积到 相当的数量之后 我才统一发包 给外面的厂商来做 所以当然 这跟一般房东 在服务房客 那种状况 是有很大的落差 说实在话 我们没有看到说 那为什么 所谓的法律辅助单位 能不能帮助这些房客 去告政府 我付房租给你 租房子 你竟然是这样对待我的 也就是说 这里面是完全没有制度 但是我要讲的 重点是在说 不能因为过去 它没有制度 所以说这件事情在台湾就不可行 我觉得重点是要 也就是说 我们要重新建立制度 现在其实 从社会住宅这个事情来看 其实住宅法里面有一个专章 在讲社会住宅 那住宅法 其实现在还躺在 内政部里头 还没有出去 那但是呢 当然执政党也提到说 下一个会期 要让住宅法通过 其实一定 住宅法一定要先过 法制有了 制度跟得出来之后 政策才可以跟出来 那这一系列才会有相关的 执法和配套的措施 都会跟得出来 甚至说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也不是说这么无能 我们有很多的专业者 很多的NGO 其实大家也都蛮愿意来参与的 甚至说我们也知道说 有很多有钱的NGO 他们其实也可以 介入很多很多 所以说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平台 让这些资源和服务 能够真正的到位 那政府基本上只是提供一个 协商沟通的一个管道 机制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 慢慢把它做好 那所以说 我们现在先来接 这个观众的意见 我们听一下这个台中 王先生您的电话 王先生请说 喂您好 我觉得政府根本不需要 选那么多有的没有的基地 因为我们太多单位在盖房子 你像那个国防部也在盖房子 台唐也在盖房子 房子不是问题的 补助才是问题 那你今天补助政策什么 你不要全部都丢给自己方 应该中央要去做统一 因为你太多单位 有在盖房子 不是没有房子 这个我必须要 必须要跟真的 跟这些老师讲 真的太多单位有房子 所以是整合的问题 对整合的问题 你不要多头马车 因为太多单位有房子 甚至有空地 你像连勤地又可以卖那么贵了 那为什么当初不把它拿来盖 你盖一盖都OK 谢谢您的意见 我们再来接的是台北 谢先生您的电话 谢先生请说 谢先生您在线上 你好 这三位各专有所学 一个都有 产观学界的都有 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房价这么高 然后主要就是建商 家投资客还有政府官僚 炒出来的房价 让那个贫富不均 然后租金也那么高 罚价那么高 我们都没有办法住进去 也没有办法租不起 所以您赞成要有社会住宅 那空污率也这么高 对我是说空污率也这么高 目前既有的空污率这么高 那么也没有办法说去立法 先强制这些空污率 把它征收起来 给我们这些弱势的阶级来做 当场就做社会住宅来使用 拜托你们 谢谢您的意见 我们再接的是台中杨先生 您的电话 杨先生请说 你好 是请说 你好 我想说 只是很简单 会去住社会住宅 跟出租住宅的人 他一定是没有 没有房子 杨先生您的电视音量要先关掉 杨先生 您的电视请把音量关掉 关小事 谢谢 好请说 自己组一个管理委员会 在国家的管理之下 他们去找他们适合的方法出来 那不是很简单吗 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他又有进到管理之者吗 为什么 现在 有这么多房子 他都没有办法去管理呢 那是不是 社会住宅住宅 这些管理的人 他有落实呢 是不是 是 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我们再接是万华 陈先生您的电话 陈先生请说 各位大家好 我很支持 钱大全先生所持的理论 因为政策 很多政策都是以 官员现在碰到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很不合理的 整合是很需要的 台北的空物率并不是说 想象那么低 空物率是很高的 可是如果好好地规划这些 可以让那些弱势族群 真的所谓的弱势族群 可以住到自己想要的房子 但是你看 为什么 什么叫弱势族群 我们这边很多人好吃懒做 而成为弱势族群 这也是应该捕捉的对象吗 这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是应该去捕捉那些 要认真做的事 而没有办法得到 应有的房子的人 才是 好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再接是台北王先生 您的电话 请说王先生 是 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瑞典的那个例子 二十几平的房子 瑞典的人均国民所得 是台湾的2.5倍到3倍 那然后人家的房子总价也不过是七百万 一千 所以说第一个 台湾的购物能力 对很多人来讲 他购物能力是不足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供给方面 我们刚刚也看到另外 前面一个台中的先生谈到说 我们的政府单位 各单位永地自重 我们的政府各部门 好像是军阀割据 然后比如说国防部 他图立他们自己的军券 然后过去一些军建会 一些公务人员 他们提供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单位 公务人员的自己的福利 所以说整个政府机关 如果说把整个台湾目前拥有 available的那个resources 我们都好好的运用 然后你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人均国民所得 这个才是一个根本 那真正的弱势 你就用社会福利 看是怎么样提供免费住屋 不要把自由经济跟那个社会福利 有时候搞得太混淆了 这个东西永远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军公教自己的过度优渥 这个才是恐怕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是谢谢您的意见 我想请教一下王大哥 其实刚刚几位观众朋友 他们的看法就是 其实台湾的空污还有 那怎么样运用那个空污来 就是让弱势民众 他们能够住的比较好 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但是它的困难点应该蛮大的 我想在这里面有一个观念 我们必须先要有的是 社会住宅没有办法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在社会住宅里面 我们要协助的这一群朋友 都不是买得起房子的人 所以就是说 它对于购物市场的这个部分 没有影响 所以相当程度里面的话 政府会接受 我们政府政治人物不愿意去处理高房价的问题 我们就说愿意处理 就是好帮助一群人 就是说能够找到居住 那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开始 如果要处理高房价 那个跟我们的就是说租税 我们的土地政策 乃至于我们的金融政策 等等这些通通都有关系 就是说我是不是炒作的成本 然后我的就是说 我租的成本是不是会更高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政党没有政治人物敢去碰触这一块 那所以就是说社会住宅没有办法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刚刚有来宾讲到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就是说 这样子补贴是不是补贴到房东 我们租金补贴就补贴到房东 这里面的话它如果要做的话 还有相关的配套 我们知道在国外对于房东的规定跟限制 我有用房子来赚钱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规定跟限制跟要求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能有相关的配套 我们现在就是我土地取得 用土地来赚钱 这样的资本利得的成本太低了 以至于我们的房价的这个部分 简单的来讲 我们的房价就会居高不下 那再来的情况里面是 就是说我们政府在做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公平性在提供居住的这一个部分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的的话 我们刚讲就是到底将来的租金会是多少 社会住宅 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租金是多少 只有讲说比市价低 那一定比市价低嘛 如果比市价高 大家就去市面上去租就好了 那但是就是说会低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在的 就是说公务人员一样 我们公务人员现在的情况里面的话 在今年的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做过一个分析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目前有14,265位公务员 在使用公有房设 那他们的租金是扣按照他的值等 来从他的房租津贴里面扣400到800之间 400块到800块之间 我们提供了14,000多位公务员 这样子的就是说宿舍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 我们应该提供我们的民众多少 我再就是说把它缩小来讲 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他的宿舍收费标准 在南港区每一坪的宿舍使用费是175块 在大安区每一坪是250块 那他平均的的话 就是说那新聘的学人跟一般的的话 多房间的职务宿舍的的话 每一坪也是175块 我们提供我们的公务员 提供我们中研院的工作人员 这样子的一个房屋的租金 宿舍的租金 那我们要请问政府 要提供这一些中下收入 中下阶层的国民 什么样子的租屋居住的条件 请问一下田大哥 刚刚几位观众朋友提到 就是说其实他认为就是 市面上也还有很多的空屋渔屋 政府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这个部分可行吗 我们需要说这个有点逻辑上面的问题 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 还有就是治疗市场经济 有很多的空屋是在于说 我要留给子女的 我要拿来制产的 我觉得政府用公权利益来处理这件事情 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我觉得刚才有位朋友讲到说 关于国有土地或公共土地的处理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要好好检讨的 过去其实不要讲也都是今年的事 对不对 过去每天标个天价 然后电视媒体就开始吵 又吵个天价如何如何对不对 哇跌破眼镜了 以后市场每屏多少钱多少钱 后来被人家一骂 不做了 不标了 不标了 然后怎么办 又晾在那边啊 国有财产局就是一个卖主产的单位吗 是这样吗 国土是这样子该 该这样子被利用的吗 其实现在问题就 要盖社会主产 大家又国防部跳起来买单 财政部跳起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很大的矛盾 就是大家脑袋根本没有这块东西 然后凑到这件事情 我也有我也有 感觉很差了 那刚刚我要回应一下 关于刚刚 王昭人刚刚讲的 就是说关于这个 这个租金比例的问题 这一次江部长也提出来 就是像我跟大家分享 万华这边 他说一瓶大概500到600块 然后松山这边大概500到700块 然后综合秀风钻 是300到600块一瓶 这个之类的 然后三重的部分 大概都是500块左右 我说一下 政府你还在做生意 你还在做生意 这个地段还有大小差别吗 如果说今天你有这地段的思维 你这件事情就跳不出去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在 那我们再回来说 如果说是600块一瓶 台北市现在一般的中午住宅 大概租金就是七八百块 你也不可能租到什么 除了套房会有一瓶1000多块之外 一般也就是七八百块 你有低到哪里去 我也拜托你 再回来 如果是八瓶的 六百块一瓶 八瓶就4800 去租个八瓶的 我本来已经够穷了 那如果说我要租个16瓶了 我快一万 我怎么过日子 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些 所算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必须要让 所以我们还是回来讲 讲说 这个题目 大家都不会说No 我想产观学各界 都给你举手 就会支持 但是真的好好做 拜托一下 不要这样子 只是在电脑里头算一算 然后容积里头算一算 这些互数就出来了 拜托 这样子绝对是个灾难 是老师 如果说真的政府 他现在其实觉得说 我真的很有诚意要做了 你们大家给我更多的一个 想法也好 更多的讨论也好 我们就边做 然后边来修正 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吗 我觉得政府最主要展现 虚心和诚恳这两件事情 就是说很多事情 他真的不懂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就不要急着做 他就不要急着规划 告诉大家 我要给你什么 因为他给的东西 可能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所以说我们当然很希望政府能够一步一步慢慢做 甚至说说比较夸张一点 好吧就1661户你就真的要干了 我们也觉得说聊胜于武 都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很怕这么重要的一个社会住宅这样一个制度 他被玩到不见了 玩坏了 也就是说台湾有一群很可怜的人 他们已经辛苦了几十年 政府也不大管他 好不容易真的有点机会 要让他们的未来有点希望 但是不要说又是谈话一线 他们未来又是重新黑暗 所以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很虚心 而且呢一定要很诚恳 哪些事情是该做 哪些事情该讨论 都要一步一步慢慢谈 而不要把这个东西放成选举的这样一个压力 来做这样一个操作 不然的话 我觉得啦 其实社会住宅这个话理或这样一个规划 其实也不是说最近这几个月才冒出来的 说实在话 这件事情 从学术界或从很多规划单位或社运团体 其实大家也努力了一二十年了 如果现在就这样子 一两年内真的就给他动工 然后两三年后就完工进出 您看到的灾难是什么 最简最直接的来讲 好了 其实这社会上需要社会住宅的人 一定是可能有二十万 或是十万好了 你今天盖了一百一千六百六十一户 那谁会优先 照直觉的逻辑 他应该是 刚刚王委员也提到 可能是最可怜的 我们来排序嘛 最可怜的最优先嘛 那会是什么结果 他必然就是平民库 他必然就是一个平民库 那当然 这边讲说要混居 那你一千六百六十一户怎么混居 千一只都没搞 要咋摸光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啦 这都变成说 我们简单讲 政府最厉害叫做喊口号 而不是在执行政策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心态上面 如果说这是一个比较 政治的议题 他喊口号我们就算了 但是它确实涉及到是 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 他的基本生活的保障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要拿出良心 如果说政府在这种事情底下 他都还是这么政治在玩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府 根本不值得留恋的 是那田大哥你也觉得说 如果他就这样盖下去 真的就到时候 首先就是抽签的问题 然后最后就会服从 就是听从社会的意愿就直接 所以刚刚话是讲很好嘛 如果大家来比七里只散 血肉模糊的话 那最可怜的大家比可怜嘛 那你觉得混得了吗 那一定是很惨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最担心 政府在超过这件事情 一个官僚体系出来 他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完 我不要求做好 社会团体当时要什么 要台湾至少要5% 5%是多少 4万5千间房子 如果说今天对于政府官员来说 他看数字报表来说 我只要盖完4万5千间房子 台湾是一个社会住宅成熟的国家 我拜托一下 这绝对不是数字的问题嘛 这当然不是数字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在官僚体系里头 他没有办法去细究到 这些执行面的问题 我最担心就是这个嘛 今天政府在做很多事情 因为他们到时候就是报表管理嘛 那时候我就提业绩啊 在1660一屋盖完之后 我们也照顾到了 你照顾到谁 上次有记者问部长说 所谓的弱势族群到底什么 部长答不出来 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 主要是什么 不知道 是所以汪大哥你也觉得说 其实现在就是停了 谈停 不要再继续谈这个社会住宅 先好好关 大家一起好好的讨论 我觉得不是停 而是说我们应该要来正式面对 不要因为学 好好的 爱不 estar 差不多